大家好,歡迎來到可莉日記 我是夏希 深淵終於在更新啦 本次只更新了11和12層 第9、第10層以上版本一樣喔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滿新深淵11層的一些小技巧啦 在影片還沒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讚並且分享 想看更多有關原神的影片也可以訂閱我喔 我會不定日子在下午2點直播原神 目前也有接免費看號、帶打、帶練以及陪玩喔 詳細資訊可以查看下面的資訊欄喔 那我們開始進入正題吧 本期11層有個燒雪機制 在敵人被擊敗後就會開始全員扣雪持續10秒 每名敵人的時間分開來算 戰場的角色會扣到倒地 而後台的角色會扣到剩下15%就停止 這裡非常推薦能夠送奶和群奶的奶媽 例如琴、巴巴拉、七七 若是依賴大招奶的奶媽也要確保充能跟得上 做到一直大、一直奶、一直耍 11層群怪居多 建議帶溫迪、砂糖、萬葉這類巨怪角色 11-1下半遊火法師 建議帶個水角色破盾 11-2上半遊火槍手 也建議帶個水角色破盾 若沒有水角色了 就必須在開始時就把他秒掉 11-3下半不建議帶炎系及火系輸出 因為炎熔熙的炎炕膏而火史萊姆免疫火 我這次會用全四星隊我為大家做示範 這裡我上半場帶雙炎雙火隊 下半場帶巴巴拉感電隊 那配隊完畢就準備開始囉 11-1上半有四波一樣的怪 分別是一隻火斧秋秋暴徒 兩隻衝鋒秋秋人 兩隻雷彈秋秋人 每波怪出場的位置是12點、6點輪流各兩波怪 建議優先擊殺火斧秋秋暴徒 因為他腳底下會有個火圈 角色站在火圈內會持續扣血 角色在輸出時盡量是站在奶媽的大招裡 邊補血邊輸出 避免一個殺得太快樂就暴斃死亡 到下一波怪時 不太需要衝到敵人面前 基本上他自己會來找你 可以自己找好輸出節奏 注意血量、多切人出來奶 基本上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唷 11-1下半有三波一樣的怪 分別是一隻火法師、一隻草薩滿、三隻秋秋人、火弓、火彈 每波怪出場的位置是12點、6點輪流出現 建議優先擊殺草薩滿 避免他與火法師產生燃燒反應 之後擊殺火法師 他腳底下會有一個火圈 角色站在火圈內會持續扣血 同時期目地追加 二人 在火圈 一人 2人 2人 夥 sakura 就算了 11-2上半有三波一樣的怪 分別是一隻火槍手四隻盜寶團 每波怪出場的位置是12點6點輪流出現 建議優先擊殺火槍手 因為他腳底下會有個火圈 角色站在火圈內會持續扣血 隨破火盾的效率對為快速 最高的機能是一隻火槍手 連到機能是一隻火槍手 快速到達 快速到達 最高的機能是一隻火槍手 12-2下班有三波一樣的怪 分別是一隻火野浮中 四隻盜寶團 美博怪出場的位置是12.6點輪流出現 建議優先擊殺火野浮中 因為他腳底下會有個火圈 角色站在火圈內會持續扣血 這邊我爸爸大會一直開大是因為我帶的是四中套 還有充能殺 敵方開大幫全隊加傷和補血 正常情況帶少女的話就把大招留給急需要的時候就好 到下一波怪時不太需要衝到敵人面前 基本上他會自己過來找你 協物是最接近是鳴慕 現在哪 inter dat一陣子 協價也能推襲 今天 Going alright 從來說 慢慢 看到 搞 可以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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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喇이는後再下延墓 政治人物 西杠山上半有兩波一樣的怪 分別是一隻兵銀、一隻雷銀、一隻火載物人 每波怪出場的位置是12點、6點輪流出現 建議優先擊殺兵銀 要不然兵銀開盾了會很棘手 之後是擊殺火載物人 因為他腳底下會有個火圈 角色站在火圈內會持續扣血 如果沒有聚怪角色 這裡有個小技巧把三隻怪聚在一起 在打兵銀的時候盡量把他往外圈打 其他兩隻會自動聚集過來喔 兵銀有兵抗、雷銀有雷抗、火載物人有火抗 十一槓三下半有兩波一樣的怪 分別是一隻眼龍吸、三隻火史萊姆 每波怪出場的位置是12點、6點輪流出現 建議優先擊殺炎龍吸 因為他腳底下會有個火圈 角色站在火圈內會持續扣血 解決攻堡破的嚴格 過去海峽合、三隻火山獲章 在火山獲章 優先進入 等於艦山獲章 也間平常地被暴力 出場這個武器 Cole以外的阻害 要求 existential掉 甚至五隻火山獲章 離開了 好啦 本期的攻略影片就到這裡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 也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有什麼問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都會意義回復喔 有需要代打深淵的也可以私訊我的DC跟我預約時間 我是夏希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